深圳機動遊戲爆太空艙6死10傷 重傷的包括兩個香港人 還有至少4人腦出血和骨折 現在還在醫院搶救 發生意外的深圳東部華僑城 去年5月自全面事業 昨日由內地自行研發的機動遊戲《太空迷航》 有100人排隊 44人坐11個太空船艙 玩了3分鐘就出事 《太空迷航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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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累逃生的林先生 兩個朋友一死一重傷 我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請到 我公布華僑的人 跟我說一聲 他說一離開倉 就見到血肉橫飛 很多人倒地身淫 華僑城的公關說 可能是轉速過快搞出事 《太空迷航》 是模擬太空船升空的機動遊戲 遊客可以感受到火箭升空時的威力 當太空艙升到頂 還會播放太空的片段 遊戲歷時5分鐘 直至35億的東部華僑城 已經取代長龍歡樂世界 成為港人新興的旅遊熱點 每逢週末都有好幾團出發 《太空迷航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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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太空迷航》